我記得我上次拿火柴點了一把 然後就香燙了 為什麼感覺很明顯呢 再去把火柴點 原來就去你家那一次 我拿一把火柴點 然後就被燒了一個洞 這是燃燒這個鋁箔包裡面包的是砂糖 我們來觀察砂糖的分解 那砂糖是固體啊 但是加熱的時候它還是會經過三態 先液態 再變氣態 然後它開始膨脹了 請問你對我們這個燒的有什麼看法 要火柴先生 那個姚丹先生 請洗我們的麥克風好嗎 嘿 說個話好嗎 然後它開始冒煙了 這應該是分解 第一次 第一次出來的是液態的糖 它裡面有破洞 所以它現在開始膨脹了 已經滴了這麼快 這次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會噴的部分呢 應該是糖的氣態 哇 氣體 好帥喔 裡面在滾 對裡面在滾 糖也會 這叫糖的沸騰 你可以這樣想像 糖在沸騰 那出來的糖呢 它會直接進入燃燒 所以它在做一個氧化反應 它在跟氧做反應 那包在鋁箔包裡面的糖呢 它算是高溫 可是因為它沒有糖 所以它在做分解反應 所以我們等一下 等它結束完之後 燃燒結束完之後 我們可以觀察裡面 它就破了 它因為 我們剛其實包太緊了 那下次包我們 可以不用包 包太緊的情況之下呢 包太緊的情況之下 它會直接爆開 因為它裡面的 裡面的 裡面的糖 氣化之後 它變成氣體 它需要很大的空間 所以它直接從 因為你包太緊 它就整個爆開 它變鋁箔有裂的地方 就裂開了 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把它關掉了 來蓋子 OK 好 這是燃燒網的結果 我們等它稍微涼快之後 我們把它打開 看看裡面的結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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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做的 嗯 谢谢大家